上回书说到汉武帝来到东方硕的家中 一瞧大侠锅蟹 平时用的这口大刀在东方硕他们家正堂上供着 汉武帝就在这口大刀前深深的鞠了三个躬 只有东方硕明白皇上为什么来 皇上终于说了 众位爱情啊 你们有谁来理解朕呢 你们想想 古今中外 有没有一个帝王能够容忍郭大侠 这么无君无上 唯一所欲为呢 东方硕给皇上施了一礼 皇上您说的这些陈已然明白了 您就不用说了 不用说了 东方爱情 我是非说不可呀 你们心里难受 难道朕心里就不难受吗 我问问你们 要是按照我大汉条例 郭贤虽然自觉了 可是他的罪过是诛灭九族的 不用朕说 庭尾张汤就得按照我大汉条例这么做呀 这几句说出来 整个屋中大家都屏住了呼吸 谁也不敢说话 大家知道 五弟再往下说 就如同天空中打一个劈雷咔嚓一下 霍雲儿跟郭家的命就没了 大家不说话 汉五弟把头一低 眼睛中掉出了眼泪 众外爱情啊 朕也有老母 人人都是父母所生 朕也有人子 但是 朕是皇上了 朕只有养活郭贤的高唐老母 像养活自己母亲一样 心里才舒服 但是 以我大汉条例 凡有大不赦之罪 处死者 必须斩草除根 不留好患 郭贤之子是定不能留的 东方说 你把他们母子遣回来 你想当屈原 刘芳千古 可是你要知道朕不想当楚怀王 遗臭万年 皇上 臣也是没有办法呀 难道朕就有办法 朕今天就是告诉你 朕不会当楚怀王的 绝不会强求你交出 郭贤的夫人跟孩子 但是 我大汉的法律 设了庭尉这一职位 那么 他就会按我大汉条例去办 东方爱卿 这一点 你是明白的 皇上 那您让臣再想一想 就在这时候 霍雍尔抱着孩子 有大礼物就跑出来了 皇上 大家伙全闹了 因为霍雍尔在里边 听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皇上为什么来 就要的是郭家这条性命 霍雍尔抱着儿子 跪倒在皇上面前 皇上 东方大人 你们不要为难 都不要为难 让我们母子 就随过谢去吧 说完之后 他站起来 就奔着 郭谢这口大刀扑来了 东方说 过去 一把就把他拉住了 雍尔 你别动 你听我说 这时候 霍光跟霍渠病也过来 就把霍雍尔给扶住了 东方说 一转身 就给皇上跪下了 皇上 到这个份上 臣 不得不说实话了 什么是实话 你说呀 皇上 臣原来不想辱墨郭大侠 也不想让我的夫人不高兴 骑龙女亭大吃一惊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面面相去 哑雀无声 不知道东方说要说什么 东方说 跪在皇上面前 把头一低 皇上 臣跟您今天讲的是实情 雍尔手里抱的孩子 不是郭大侠的 是我东方说的 哈哈 东方说呀 你可真会编瞎话呀 这孩子怎么会是你的 启禀皇上 臣并没说瞎话 臣不敢欺骗皇上 只因为大侠锅鞋 终日练功 下身受得残了 不能生儿育女 所以一直没有娶七生子 霍云尔是臣在迎水之宾 强迫锅鞋 去下的 当时魏青将军 司马子成 还有霍雀病三个人存在 他们三个人可以作证 啊 汉武帝长出利口气 看了看周围 东方说 说的这几个人 全都在场 魏青 臣在 司马迁 臣在 东方说 这话说的是真的吗 魏青是个 最不会说瞎话的人 他站在皇上面前 回禀皇上 当时是这么回事 我确实可以作证 司马迁也说 皇上 当时小臣也在场 这件事是真的 霍雀病这时候明白了 皇上 是 是这么回事 郭大侠当时 让东方干爹 带走姐姐 干爹说了 请郭家老母决断 郭大侠的老母亲 就把姐姐 招呼上了车 就带走了 武帝一听 他们说的话 口径是一致的 就没有接着再往下问 东方说 接着说 皇上 后来 郭谢到了峨眉 安排下了老母 要回长安 郭谢的母亲 千叮咛万嘱咐 让他生儿育女 传宗接代 郭谢为了让他母亲高兴 就答应了 可是 到了长安之后 他没法跟他的夫人 生儿育女 去年 陈道渡县找他 他在夜间 就跟陈说了 让陈帮 他不敢再往下说了 因为齐龙女 听傻了 两只眼睛 盯住了东方说 东方说 你 五帝明白了 东方说的意思 他是半信半疑 东方说 那朕要问一问 郭夫人 东方说说的 是真还是假呢 也不知道五帝 这句话是冲谁说的 这时候 霍雍儿看了看 手中的孩子 皇上 东方大人 说的是对的 孩子 就是东方大人的 这一下 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啊 五帝想了想 好吧 东方说 既然你要担当这个 对有不义 对妻不忠的罪名 那朕就成全你 东方说 不明白皇上什么意思 皇上 朕成全你 东方说 既然你能跟他生一个 那么就能跟他生第二个 朕命理在一年之内 再跟这个霍雍儿 生出一儿半女来 朕才能相信 不然的话 不仅你有欺君之罪 就是他们母子两个 也偷偷不了我 大喊法律的惩治 东方说 心里直扑不通啊 万也没想到 皇上会有这样的招数 皇上 你 你不能这样 哎 我怎么不能这样 是你自己说的 这个孩子 是你跟霍雍儿生的 不是朕要逼你 来呀 杨德义 起家回宫 奴才遵旨 皇上走了 齐龙女 差点气死 整整一个月 没跟东方硕 说一句话 这天 院中所有的人 全都睡着了 齐龙女 突然间炒了几个菜 热好了酒 摆在院子的桌子上 然后 就把东方硕叫出来了 东方硕 坐在桌子前 仰面抬头 看着天空 一轮明月高照 东方硕 叹了一口气 齐龙女过来了 夫君 你看今天月色多好 夫人 你可一个月没理我了 你这么跟我说话 我心里害怕 我看见你有的哆嗦 夫君 我今天 确实挺高兴 我呀 陪你喝杯酒 哎呀 夫人 我都快愁死了 你还高兴 喝什么酒 别愁了 你是为了救雍儿 救孩子 为郭家留下一条根 才这么说的 难道我还不懂吗 什么 我的老妻呀 你真的明白了 啊 我明白了 那好 那太好了 可是你要知道 我不单单是为这一件事发愁 我愁的是皇上 他那道旨意太厉害了 那么 你喜欢不喜欢这个女人 我说老妻呀 你我夫妻多少年了 俩儿子都这么大了 你是最知道我的心的 郭谢是我最好的朋友 俩儿是我最好朋友的夫人 我能做出天理不容的事吗 这话你就说对了 可是 我问问你 如果我愿意 云儿也愿意 你愿意不愿意呀 那也不行 我东方硕 我东方硕绝不能对不起大家 郭谢 也许你这么做 就能把他们母子女俩救了 郭谢在九泉之下 他得感谢你呀 我说 夫人啊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如果那样做 郭谢在九泉之下 也会悲痛欲绝的 再说 我东方硕 活着也不舒服啊 夫人啊 我们不能这样做 怎么对付皇上 如我东方硕在想办法 齐鲁女听了丈夫的话 感动的流出了眼泪 夫人 你真是好人 是我错怪了你 行了 别说这些了 只要你能明白过来 我就轻松多了 你也挺聪明的 帮我想个办法 咱们怎么对付皇上 甭想办法了 你先喝口酒 我告诉你 云儿啊 已然有喜了 什么 真有这回事 告诉你 郭大侠在自首的前天晚上 他们夫妻 是在与陵军大营一块过的夜 哎呀 东方硕两只眼睛一闭一抬头 齐鲁女看得清清楚楚 虽然丈夫闭上眼了 但是依然闪出泪花来了 东方硕 东方硕站起身形 对着天上的明月拜了三拜 天啊 真是苍天有眼 我东方硕不畏人言 只要问心无愧 那就行了 世上的事就是这样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何况在长安城 有一个一定要和东方硕为仇作对的主妇眼呢 咱们放下东方硕再说主妇眼 这些日子总觉得没意思 他坐在屋中一想 为什么朝中的文武官员都斜着眼睛瞧我呀 怎么当的事呢 想着想着他不明白 躺在床上拿着背货把自己脑袋一蒙 他想清楚了 对呀 是我干得太猛了 在皇上面前 现在计策太多了 我也升得太快了 大家伙不服气呀 我连升四级 这可是皇上对我破天荒的宠幸 哎呀 不对 主妇眼从皇上这一脚上 他掘出来了 皇上烦我了 开始的时候 我跟东方硕对着干 这种开玩笑的方法 皇上挺爱听 挺高兴 可是时间长了 皇上不喜欢了 皇上为什么踹我这一脚 我明白了 我虽然出了主意 皇上升了我的官 但是在皇上的心中 我主妇眼 没有东方硕重要 不但没有东方硕重要 也不如张昌 也不如义宗啊 甚至我连大侠锅蟹都比不了啊 皇上这一脚踹到我身上 我应该明白啊 想到这儿 主妇眼确实有点后悔了 他把背后望下一拉 蹭起来的坐起来了 我说主妇眼 我说王丧 你打听打听 天底下地上的 有没有买后悔药的 你不应该这样对待东方硕呀 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你这样干下去 张汤也饶不了你啊 张汤愣把无胚龙的计策 说成你主妇眼的 哎呀 可是想着想着 主妇眼把牙一摇 把心一横 哼 我主妇眼有什么可怕的 我游王丧变成了主妇眼 我现在我得罪了东方硕 没办法弥合 活该 我就这么干了 他反而不难受了 他下了城之后 慢慢地走出大门 抬一脚就奔皇宫走 走了几步 突然间他站住了 不成 我见皇上见得太亲了 皇上不待见我呀 想到这儿 他脚步就沉重下来了 他就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直奔上民院 他一边走一边想 东方硕这人好玩啊 这人既吃不既打呀 你得罪了他 只要你跟他说一点好话 他就拿你当朋友 顶多他报复你一下 拿你开个心 事后他又忘了 他也不记恨你 可是 张汤就不行了 张汤跟东方硕正好相反 表面上对你很好 很谦让 好像不计较 可是脚底下给你使伴啊 这张汤跟义宗 两个人老看着皇上的眼色办事 我明白了 只要皇上一烦谁 张汤马上就下手 而且把这个人 置之死地而后快 糟了 看起来张汤能在东方硕面前保护 无赔龙充卖了我主赋 那么皇上要烦我 他肯定会激紧落实 糟了 我可对付不了张汤啊 想到这儿主赋也不忧的 鸡铃铃打了个冷战 他站住了 他一打冷战 他又明白了一件事 那天在皇上面前 东方硕 东方硕 在我后边比划 用手一扇 那意思 我在上边 是得先烧成灰 化成烟的 我当时只顾了高兴了 没理解东方硕 这个手势的意思 是啊 东方硕是在提醒我 他看透了我主赋言 心中的隐秘 主赋言 那主赋言 你比不了东方硕呀 想着想着 他不知不觉的 就走到了 上林院的路院附近 他一看 有一个人正在这儿干活呢 他就知道 这个人正是普世 普世正在这儿喂路呢 他一看主赋言过来了 赶紧上前深思一礼 主赋言大人 您好啊 哎呀 普世啊 普大人 你好啊 普大人 你在上林院 这日子过得舒服吗 舒服啊 舒服是舒服 可是 您让我买了羊 我把羊献给皇上 您说让我当官 到现在 我这官也没坐上 只有老命一条 钱我也没了 只是吃喝不发愁啊 不是啊 一个人活在世上 吃喝不发愁 足矣 那么大人 您今天找我有事吗 主赋言说着话 突然间看见前边 在路卷当中 有四肢很白的东西 既不像鹿 也不像羊 这是什么东西啊 主赋言心说我长这么大 可没看见过 普世在旁边还问呢 大人 您找我普世有事吗 主赋言就信口答应 有事 一年多了 我不是想给你弄个官当吗 到现在 我呀 说话也没算实 这官也没让你当上 可是 他两只眼睛还看着 这四肢白乎乎的东西 大人 我看他 一年多了 你也没让我当上官 我这官啊 是当不上了 你要想当官啊 你可不能得罪张汤啊 张汤 对呀 是张汤 跟我在一块 答应保语你 在皇上面前做官的呀 诶 主赋大人 您还别说 我还真瞧见张汤大人 这个张汤大人 经常跟一个叫吴胚龙的 在这转 你说那么两个大男人 在树林里勾肩搭背的 有点像两口子 我真不知道 这是怎么当的事 主夫也一听 心里哆嗦 心说我没猜错 这个吴胚龙 跟张汤 绝不是一般的关系 诶 不是啊 这件事 你可不能随便说 说出去 让张汤听见 你的命可就保不住了 大人 哪有这么玄乎 可是 张汤大人那天找我 还真有点事 找你干什么呀 您看 他当来两只怪怪的东西 是白色的鹿 他让小人来喂养 要小人精心照料 让他们下子 您看 这不是吗 这四个小的 就是这两只白鹿下的四个子 两公两母 还挺全 主夫眼看着很奇怪 我问你 张汤还说了什么 张大人说了 让我把这白鹿啊 养到一百只 他就想办法 在皇上面前 薄绝我去当军手 主夫眼看着 四只小白鹿 觉得确实是相当好的品种 果然是好东西呀 俗话说的好 物以稀为贵 养了这么好的东西 如果皇上看着喜欢 你当个军手 这就不难了 祝福大人 您说张汤大人说话 能算话吗 你想想 皇上要是喜欢了 你还当不了军手吗 不过皇上面前人太多呀 还有一个人 你千万要小心 不要把他给得罪了 祝福大人 还有谁呀 那个东方硕 东方硕 哦 我知道了 就是老陪着皇上打猎 给皇上说笑话的那个 你可别小看了他呀 那天你来县阳 头一个识破咱们计策的 就是这个东方硕 大人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告诉你 东方硕虽然聪明 但是东方硕这人好惹 你随时要观察 必要的时候 你多动动脑筋 贿赂贿赂他 只要把东方硕的嘴堵住了 他就不会坏了你跟我 还有张汤大人的事情 祝福大人 您放心 这点事 我普世办得到 好吧 你好好喂你的白鹿吧 离开普世 祝福眼呢 不由得迈步 就在上林院转了个弯 仍然奔建章宫大门走去了 快到门口了 突然间前边来了一个人 这人长得怎么面熟啊 到底这人是谁 咱们下回再说 我妈妈 再来不说 去睡觉 你永远 绝望 沙灵 对 你 有事 有事